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勾锁针 然后我们隔一针 第二个竖道不勾 在下一针里面我们挑起两个半针 这个半针再加上面这个半针 但是呢我们忘了一步 我们要绕线 先绕线 然后呢挑 这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然后呢前两个线圈引拔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那线 扔传入这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前两个引拔 接着呢我们到下一个 贴着它的下一个 下一针里面也是挑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前两个引拔 然后再到下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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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第一针 再来一次 绕线 挑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前两个引拔 然后再到下一针 也就是第三针里面 我们绕线 调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前两个引拔 以此类推 我们重复 这个步骤 绕线 隔一针 到下一针里 调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前两个线圈引拔 再来一次 绕线 穿入这个半针 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前两个线圈引拔 然后再绕线 在下一针里面 调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前两个线圈引拔 我们可以看 现在棒针上呢 应该是十个线圈 二四六八十 我们到最后了啊 最后这里 我们让线 依然隔一针 到下一针 这里呢 我们不挑 这两个半针 啊 我们直接挑 这一个半针 挑一个半针 勾出线来 从前两针里面引拔 现在是十一针 我们还缺一针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挑 侧边的半针啊 不是下面这个了啊 挑上面就这个半针 穿住 再勾出线来 好 现在又回到十二针 二四六八十十二 退针方式都一样 先 单个线圈引拔 然后呢 量量引拔 这个呢 是花样的第一行 好 接着我们来看花样的第二行 同样的方式 我们勾一针锁针 绕线 隔一针 在下一针里面 我们挑两个半针 这个半针 跟上面这个半针 啊 有点像我们勾这个 狗牙针的 这个勾法啊 挑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前两个线圈引拔 再来一次 绕线挑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前两个线圈引拔 然后再到下一针里面 这里下一针 勾法我们要注意啊 绕线 不再挑两个半针 我们像勾外勾长针一样的 我们勾这个线圈 从后面这样穿它 啊 再看一下 在这个线圈的后面 这样穿过 挑这个 竖着的辫子针这里 两根线啊 然后勾出线来 前两个线圈引拔 以此类推 绕线 隔一针 下一针 挑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引拔 再来一次 绕线 挑两个半针 勾出线来 引拔 然后绕线 到下一针里 我们挑这个竖着的辫子针 勾出线来 引拔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绕线 隔一针 挑两个半针 再来 绕线 最绕线 最后这里 要线 隔一针 绕线 我们挑这个竖着的辫子针 勾出线来 引拔 然后呢 再挑最上面这个侧边的辫子针 这里 单针 不是下面这里哦 然后呢 再次勾出线来 然后呢 退针 先从第一个线圈引拔 然后两两退针 我们就重复刚才第二行的这个勾法 循环去勾 把我们勾一段呢 回来看一下 好勾了一小段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就是阿富汗针织 镂空双拉花条的一个花样 那么最后收针呢 就是也非常简单的啊 就按这个表针收针 方法来收针就可以了 挑出道 然后引拔 这样手尾呼应嘛 也是有个底针行的对吧 你就这样引拔就可以了 挑到结束 结束 最后一针 这里还有一针 这里还有一针 好了 这样呢就是收好了 两头呢就是呼应了啊 好 这个花样呢 直接就可以勾为金 好了 那这道课呢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